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哀痛的母亲 她的悲伤来自于 投身居旅数十年 那位她所挚爱的丈夫 不幸在出勤中意外身亡 我完全不能想象 这就是一个 我心目中 那么意气风发的先生吗 因为静电的关系 所以造成训练用弹炸掉 然后造成我手部的 残肢跟手术 而这位年轻的师官 虽然幸运保住性命 但也因为训练任务的意外 失去了完整的手掌 每年都有国军官兵 在执行任务时 因公殉职或受伤 招负巨变 官兵和家属们 当下的盲人无助 令人敌酸 一群退役军官 默默地在国军 及家属辅助基金会 全力守护这些官兵 及其赚属 国军及家属辅助基金会 是在兵国87年成立的 那个时候因为敢于 军队对人身安全 是一个比较风险高的职业 我们为了照顾我们的官兵 所以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会 希望在物资跟精神上 给他一点点的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边都算是志工 因为我一直想想说 我们一辈子当军人 如果说没有国军 就没有我们现在 如果说没有国军官兵 给我们付出 给我们支持 今天我们也没有可能 有今天的我们 那我们几十年来 在部队所累积一些能量 那希望说退伍之后 再还有这份心之余 那用我们所能做的东西 再回馈给我们国军的官兵 怀着感恩的心情 放下将军光环 用柔软的身段 将心比心的温情 不分你我的关怀着 每一位官兵弟兄及其赠属 因为每一位伤心的人 都是自家人 亲戚朋友来 是来安慰 这是我们 我们的家人 那家福基金 它代表的是国军全体弟兄 这是一个等于就是说 这是一个大家庭的 给我们的帮助 跟我们自己私人 就是我们亲戚朋友 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施东药连队 这次共进去年失事 我们给他们做这些 慰慰和关怀 我从旁边看到家属 对我们自信回来 是向我们认定的感觉 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在第一时间 我们立刻协调国防部 联系单位 标准目前案情的发展 那希望是我们在第一时间 得到训绩之后 能够跟家属保持接触 虽然名称是国军既家属 辅助基金会 受国防部辅导 却没有从政府那儿 接收过一点经费 一切资源都来自社会各界的爱与温情 我们是一个财产法的单位 并没有接受到国家的预算 我们叫的来源 管理这社会上的企业家 或是善精神的捐款 新逢建国百年 基金会决定在今年举办一场 关怀一版国军家福天使之夜的活动 当天不但有意卖活动 为基金会瞅目善款 更借由生动趣味的表演 一方面提帅官兵们的辛劳 一方面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善意和关怀 在我们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一宫 即使勿管委会 从台上表演的 从台下服务的 全部都是一宫 天使在人间 帮助别人的人 活着现在的我们 也是天使 上去就到另外一个时光去 因功迅速的也是天使 这么多的天使 就是需要国军家福基金会 在长官志工们 不畏辛苦地奔走下 基金会每年发出千万慰问金 帮助无数个受难的家庭 找回安定走出伤痛 我们所接受到的每一份的金款 每一份的效率 募到每一份的钱 一定是百分之百 用到我们国军的 因功伤亡方面的身上 跟他家庭 这部分我们是感觉安慰 未来的路还很长 然而在国军家福基金会 各位同仁们义无反顾的脸上 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守护的勇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